新冠肺炎疫情在本港升温 令到防疫措施再次收緊 所有大型活動暫停及娛樂場所關閉 由吳君如監製和主演的賀歲片 暫時未知可不可以如期上映 原本這日他和Edan呂雀安 一起出席宣傳活動也要取消 於是他們立即改為網上直播 吸引超過7000人收看 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苦年苦苦生威 身體健康 最近要年初一可以上映 Edan的粉絲和我的粉絲 和我們全組人的粉絲 不止我們的粉絲是全港人都要集氣 連初一沒戲看 原本我們今天是有一個商場活動 本身我們會去商場和大家見面 玩遊戲 可惜了 哎呀就沒有了 看看我們的MV 看看我們的Trailer 誰知道今天沒有了 可惜 說到這部電影的宣傳 早前宣傳海報一出 Edan那一張被粉絲撕走了 在街上只看到其他三位主角的版本 身為監製的君如就說笑話很生氣 所以在今次的直播中 他們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為貼在街上的電影宣傳海報簽名 溫如還叫大家不要撕Edan那張海報 有嗎 你這個位置有嗎 沒有問題 是 你簽我我簽你 說好 可以啊 我簽了 好 有沒有粉絲來撕啊 撕我那張就是撕一張送而已 撕Edan那些沒得送 有沒有粉絲來搶啊 會不會透露一下 在哪裏讓人可以個人撕呢 這裏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是哪裏 我覺得這裏太靜 因為可能我們不要選擇這麽旺的地方 懶惰你的粉絲很濃 如果撕我一張 不要撕Edan那麼多了 撕Edan那些武器飛 你們自己買飛入場看 撕我的那些 就撕一張來拿一張 哇 我先撕好 希望我們可以大年初一 可以成功和大家在戲院見面 有粉絲立即去到現場和偶像見面 還在他們面前撕走海報 君如說 遲些可能還會去更多地方簽海報 不知道粉絲有沒有這麼好運 可以看到他們的親筆簽名海報 很快修圍 碰卡記名 喂 這麼快 這麼快 還要去這裡 那你也可以撕上那張 你現在撕誰 這個不關熱和Edan 有飛了… 厲害 跟得這麼漂亮 我看到那輛車 簡直飄移地進來 對 很厲害 她住在附近 她的妹妹說認得這裡 叫爸爸 九秒九地衝下來 我們很興奮 突然有輛車煞進來 那個感覺多厲害 父愛的偉大 對